很多朋友站三体式站桩站在膝盖腾 打那就放弃了不敢练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第一是身体是一条直线 腿是一个折线 那么你上半身的所有体重肯定是落到膝盖上 那么第二点呢 在我们站桩过程中它蹲得太低 在上来你的肩膀还没有得到锻炼 开肩开挂还没有做好的前提下 就已经把膝盖给压的 大腿给压的哆哆嗦嗦了 那么你的三体式势必的是站不长的 那么我们平时所训练的不仅仅是要自己练 而且要承担对方的体重 假如对方摁住我的两个手 对方往下施加力量 那么我们还要承担着对方的体重 像例如我们的钻拳 钻拳本身低反天 对方持劲 那么我还要把对方打起来 那么还要把对方的重心打起来 那么你平常站桩的时候 你自己压着自己就肯定不对 你自己压着自己的膝盖 上身的力量落到膝盖上 对方一压你 对方的体重再上来 那你抬腿都抬不起来 这个时候你怎么弹运转你的肢体呢 那你这时候抬不起腿来了 所有的对方的重量也压上你的 你膝盖立刻不舒服 所以这个站桩姿势是不对的 那么你只有放松 能够把自己的腰胯灵活开 那么你自己的重量 才不会压到膝盖上 同时你自己的重心也是稳定的 虽然你看着是个静态的动作 但是你随时能往上发劲 一下子把这个劲就打起来 所以这是我们站三体式的一个要点 叫做松腰活胯 正确的方式 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付费课程进行学习 加微信心股文化2 学习行习权课程